跟大家一起在这里敬拜我们的上帝 那么现在请大家闭上眼睛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你在我们当中做网掌权 不管外面的世界是如何的狂风暴雨 你为我们设立磐石 你为我们搭设堡垒 你保守我们免于受到那恶者的攻击 虽然我们看不见你 但是我们确信你一直与我们同在 你就像一位24小时值班的医师 随时在保护我们 为我们阻挡那邪恶的攻击 我在工作当中 我要随时的感谢 随时的感恩 随时的奉你的名 来宣告我们所做的功 主耶稣基督必要满满的祝福 祂也必要在我们所行的道路上 私下丰盛的油脂 私下生命 主啊我们知道智慧的开端是信靠耶和华 但是当我们面临困难与挫折的时候 有时候却茫然不知所措 忘记要求告耶和华 想要凭借自己的力气来扭转情势 但是却常常灰头凸脸 求主赐给我们平静安稳的心 可以随时来呼求耶和华 也求主增强我们不足的信心 求主加添我们祷告的渴望 将我们一切所求的奉主的名来求 天父必乐意赐给我们 主啊谢谢祢赏赐家庭给我们每一个人 祢已经将爱放在家庭当中 谢谢祢的爱 在我们家庭生活当中 难免会有言语上的摩擦 也会有意见上的不同 以及亲子之间的管教问题 我们会因此冻了气 求主祢饶恕我们 也求主祢教导我们 要用主所教导我们的来教导儿女 要在主里面养育我们的子女 要以主祢的爱来爱他们 不要用血气来教养他们 也求主祢为青少年级孩童们 建立保护的堡垒 不要受到同学邪恶的利用 而说出不合一的话 做出不恰当的举动 甚至让广言 无讳的言语 不尽力地来说出口 这些事情都要求主祢断绝 这些邪恶的事情 也要求主祢用祢的言语来充满我们 用祢的爱来充满我们 来保护我们 主我们当中有许多弟兄姐妹 身心灵 不平安 因为身体受伤 有骨折的 主我们都求祢来保守他们的心 来保守他们的身体 赶快快快地恢复健康 再回到圣殿来赞美 来感谢主 神主啊 谢谢祢 感谢祢 我们这样感谢 赞美 祷告 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 Amen 那我们今天我们要念的圣经是 记载在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三到五十节 那我们一起来念 一二三念 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 就把他砍下来 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 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 入那不灭的国里去 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 就把他砍下来 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 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 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 就去掉它 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 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 在那里虫是不死的 火是不灭的 因为必用火当盐 焉个人 盐本是好的 若失了味 可用什么叫它在闲呢 你们里头应当有言 彼此和睦 是的 我们里头应该有言彼此和睦 愿主 你的话语深深地来打动我们 进入我们的心 那么现在要请林毅君传道 来为我们讲道 他的题目是 才会使人合一的门徒